买一个冰箱 它本来是1649 现在变成1349 我们的生活少不了水电 随着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控制水电费开销也是一大学问 胡承叶和母亲住在四房市组屋 他们平时节约用水和电 但是每个月的水电费还是要300多元 让他们感到疑惑 当然一般就是政府电费也有起家 所以那个就当然没办法 稍微看一下家里是有什么电器 是吃电比较多的 用电比较多的 然后就发现到可能是冷气 还有电冰箱 两个月前 他们使用政府发放的300元气候优惠券 换了一台节能电冰箱 一看账单 水电费从之前的322元减少到257元 省了接近两成 之前的冰箱是完全没有那个勾勾的 对 因为太久了 拿到了那个礼券之后 我们就开始去找什么冰箱 在哪里买比较好 什么牌子之类的 然后价钱 原价是大概1000亿左右 然后就除了扣掉这个 这个環境保折的300块以外 才发现原来那家电器公司本身也有给多150块的折扣 所以扣到来我只是还了大概600 出入这样子 为了鼓励更多家庭采取更环保 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今年4月 政府派发了300元的气候优惠券给每户组屋家庭 优惠券可以用来购买10种达标的节能省水家电和设备 如冰箱 冷气机 LED灯和直流电风扇等 公众可以到参与活动的商店扫码使用优惠券 有效期截至2027年12月31号 气候优惠券已经推出了三个多月 前线市制队走访街头 看公众有使用吗 我还没有去拿 家里没有什么去 等需要换我才换 买碰扇 差不多90多块这样 还不错 帮忙那些低收入的人 保护环境 气氛不会这样高 现在都还没有感觉要买什么 对 人很多 而且卖到端货 参与计划的几个商家告诉前线 民众对于气候优惠券的接触度越来越高 Best Danty说 气候优惠券的兑换额占了总销量的四成 封城则表示 五月份的优惠券兑换额跟四月份相比增长了三成 Cortz也告诉前线 在可以购买的产品中 近八成是用气候优惠券支付的 民众都买了些什么 买一个冰箱 它本来是1649 现在变成1349 我当然是看那个Tick 越多Tick我就会考虑 我是用Climate Vulture来买洗衣机 花了多少钱 700多块 收扣了300 但是节能的多数是价格都会比较高一点 我今天刚好是风扇有点问题 所以就下来这边买这个风扇 省电是蛮重要的现在 省电有些真的是以前旧的那些电器 吃电是蛮大的 从这个项目开始 我们的洗衣机冰箱还有空调 其实都有在增长 选择比较多 然后也是因为这种是经常 大家比较经常使用的电器 尤其是我们的DC fan 现在销售至少挣扎了四倍 由于天气热的关系大家都在用 而且说风扇的话 大家也不用再付更多的金钱 因为可以使用优惠券 产品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需求 怎么选才最划算 我们可以优先考虑 购买那些耗电量比较大的电器 比如这个冷气机冰箱跟这个电热水器 这些电器是最常用的 而且也最耗电 如果是考虑那些比较小的电器 比如这个电灯泡 他们的价格是比较便宜 但是他们省电 长期来说其实省得不多 可能说一年可能是十多块 新的节能冰箱不但为成业和母亲 省下不少电费 也让生活更加便利 新的冰箱里面很宽 可以放很多东西 就觉得很满意 而且它很近 然后你打开那个门的时候 要是你没有关 它会跟你叮叮叮 叫你关门 专家说 节能省水的家电和设备 经过更多检测 所以更安全 成本也因此更高 但是他们的寿命更长 性能也更加完善 他们的使用寿命 绘盘上都会比普通的家电来得高 比如这个LED的灯管 他们的使用寿命可以长达十年 比一般的日光智光灯 长五到十倍 然后性能方面的话 这些节能省水的家电 也比较多样化 然后用的这些芯片 也更加的智能化 可以在不同情况下 调节耗电量 但是不会影响客户的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了很多油的灯关才可以 抓着